别让忧郁变成病 为了不让忧郁变成病 董事基金会特别和知名超商合作 邀请民众用零钱关怀忧郁症患者 并请来女星张军令拍摄形象广告 呼吁大家顺手捐零钱 快乐在新田 人生不尽完美 随时都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 而心情不好 董事基金会这次也特别针对 全台的国高中生调查 发现每五人中就有一人有忧郁倾向 该如何解除孩子的压力 董事基金会心理卫生组主任叶雅兴表示 父母亲他在让孩子 就是缩解压力的时候 或者老师也是一样 其实尽量让孩子去做运动 此外调查结果显示 升学考试人士大部分学生的压力来源 对此北一公卫纪营养学院院长邱鸿毅表示 华人的特质 这个爸爸妈妈 望女成风望成龙这个 爸爸妈妈也要提醒爸爸妈妈妈 不要让小朋友压力太大 台湾行报记者 陈昭瑜 李怡峰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